如果你們是會後如果說想要再多更多進一步了解 請你那個FVQ的搜尋達斯汙 那我自己有個blog就是Yahoo W.Dartstein 那現在他自己會換啦 這個以後會怎麼樣還不太清楚 現在這個為什麼會想要分享這個專題 當然這個我們今天一講到英文 就是我在這個活動業上面已經有跟各位提過 我們大概一開始想到英文的時候 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們的台灣英語教育到底有出了什麼問題 經營了50年的英語教育 為什麼到現在大家 你依然遇到外國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去開口去講 好那學英文到底簡不簡單 這個有聽過太多太多的說法 到底是因為學校的環境 讓你覺得它變得不簡單 還是因為說你自己從來沒有強勢的想要自己去學 所以它有一個很恐怖的印象在裡面 讓你覺得不簡單 好那接下來當然就是要先正題 比如說我們要怎麼學 我們是傳統的文法單字填鴨 還是說好像很多ICRT的DJ 他自己有出很多的語言學習教材 說你只要買這個教材 每天聽我用新聞學英文 就可以達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那他講的到底是不是對 我們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分析 那當然其實就我個人的英語學習來說 我是從小英文不用準備的 因為那個時候國立編譯館 我們大家知道 這個可能年紀比較 怎麼通叫國立編譯館 為什麼 因為他教材30年是沒有變的 好那所以我大概在國藝的時候 就把所有國藝的課程全部學完了 好那後來就是 我甚至高中領考 我完全沒有準備 一樣制考的請問 那這個就是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笨的教育模式 為什麼他的這個 我們說今天教育是要讓人夠有創造力 有學習力 這才就有真正的教育 如果你今天這個學生跳出這個教室以後 他沒有辦法自我學習的話 那這就是你的失敗教育 這是很簡單的那句話 你到底是要教釣魚還是給他魚 好那在後來 當然後來就是一路就是到 到英文系以後 那當然就是在英文系裡面沒有人會用中文跟你上課 好那當然所以在那個那個時期是做一個蠻 蠻辛苦一個轉換 那在我是到大概大四大五的時候才開始走 有在這個語言學習的這一塊去做一個琢磨這樣子 那後來在台北的信雙嘉義當專任老師兩年的時間 後來就是又回到東海念研究所 但是當然到後來還是有一些轉折 讓我們有繼續完成這樣子的課業 但是就是畢竟 這會是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只是它可能不會是我的主業這樣子 好那這個希望就是說 經過這次跟各位分享以後 你能夠知道說 到底語言學習是怎麼樣子的一件事情 你怎麼去看待它 而不是像它就是一個很恐怖的一個牢籠 你只要跳進去哇我就一定要這個 比如說我一個學期要繳個幾千塊錢 然後去比如說現在這個全球英文啊 什麼他們的模式都是這樣子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學習 還是說我別的不同的選擇 到底學英文是怎麼樣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把題目放大一點 學語言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現在就是慢慢一個一個題去問 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很多人會覺得英文 我講英文就是會怕這件事情 可是我就要問你 為什麼你的英文一定要好 這個是一個還蠻奇怪的一個心態 不好是正常的啊 但我不是外國人 而且再下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 中文和英文之間的一個距離會這麼大 因為中文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圖像式語言 你的我們從小看到一個圖像以後 去產生它背後的意思 它的發音是什麼 可是 英文我們在學的時候 它是靠發音去 足夠它這個語言的文字 所有的拉丁語言都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們一聽到說 哇怎麼有一個人這麼厲害 他可能三五年時間 就德文也會 法文也會 英文也會 因為他們都是同樣一個媽媽出來的 都是拉丁文出來的 好那但是中文 這個是做一個很大體的跳躍 所以我們今天要問的 其實不是說你的英文好不好的問題 而是說我今天 英文它已經不是只有英文在講 它變成是一個 world language 就是說它是一個世界語言 好 那就是你到自己的各個地方去的時候 大部分70% 你用英文溝通是OK的 好 所以我現在的心態是變成說 我是一個使用世界語言的台灣人 所以你在這個 你這樣子的一個心態當中 你是不是有做兩個相關項目的調適 就是你是有自尊尊嚴 我是台灣人 我說的話是繁起中文 使用的語言文子是這個樣子 但是好 今天我要跟一個世界接軌的時候 我必須要用英文去跟你溝通 這是一個最初步的心態 如果你這個東西好了的時候 英文它對人來講 不是一個好像一個很高階的東西 NO 不是 而是你是有一個朋友的一個主題 那在這個前景之下 你就慢慢進步就好啦 我不是說今天 今天可能像我們在這個研究所的解報 那當然是全部都是用英文講的 講一些可能是我昨天晚上聽出來的東西 前天晚上我根本不懂我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我並不是要求你要掉那樣子的語言水準 而是你只是要放出一個語言是哪個溝通 有這樣的心態就好了 看一下 再來我們再稍微時空背景去看一下 但是為什麼台灣英語教育是一個問題 是大家搞不懂兩件事情 第一個叫做ESL還是EFL 我們在學習語言的時候 你需要看你的環境是什麼 台灣一定是EFL 為什麼 因為你在生活當中不能使用英文 好 你去一個鄉下 我要買個東西 你不可能英文跟阿嬤講 不可能事情 所謂ESL是什麼 比如說你在美國 好 我們講不要講到那麼遠的例子 那個大家太常常看 新加坡就可以 香港就可以 我自己在香港自助旅行五天的時候 就那個阿滴啊 賣球鞋那個 他就看起來就像高中生啊 那看到我第一句話就英文 就是直接就丟過來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就是華人的臉子 我只會用英文這樣子問 其實他們已經很習慣就是 我一開始就用英文跟你做一個對話 那種環境就是叫做ESL 好 其實你在生活上面是可以使用的 那但是台灣當然不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的是EFL的學習 所以你今天絕對不可能說 我聽某一個英文教材 聽了十字以後 你就馬上變得很會講英文 而且不可能的擔心 你一定是要 你必須要經過正統的文法單字的學習 才有辦法達到一定的一個程度 就是你背後的那個結構 必須要堅立起來 好 那我們這個剩下一個是 我們剛才已經有提過了 就是土方式語言 跟聽音式語言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個 我們今天在學校的時候 文部署會寫一個巧不難回 就是 好 全世界沒有一個在教英文的地方 他是一個班級有40個人 你40個人 你怎麼去糾正每個人 學生同學的發音 你怎麼能讓他們有足夠時間 去做對話時間練習 那當然了 你在巧不 就是沒有你的時候 你怎麼從你出發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的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個 英文 英文它又是一個 我們現在 一開始只是做一個 體系的區分 你現在跟人家說 英文是聽音式語言 他還會跟你說 這個還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它 我不能直接看的這個字 就直接把音 跳出來 比如說它不像是日文 你日文你只要騙假名譜 一學好 啪啪啪啪 你可能完全不懂你在念什麼 可是你就可以把整篇文這樣 念出來 比如說意大利文是這樣子 法文是這樣子 英文完全不是這樣 它背後還有另外一個發音的信長在支撐 所以你必須 要去學音標 這個是一定要的 所以這麼多的一個細節 這個老師都不需要顧到 這個學生才有辦法 在英語教室裡面去展現 好 那接下來就是有提到一個 內外跟外人類的概念 請問一下英文的地址是怎麼寫的 第一件事情你寫什麼 不要緊張 我會跟你們考試一樣 好 好那我們現在先反過來 中文的第一件事情你寫什麼 比如說我是一個法國 我要進行到台灣來 我寫中文的地址 遊戲義區啊 這是全世界都會有的 那再來第二步 國家 對 你進行的國家 再來 是 是 再來 是 中文 中文 對 大家可能很久沒有記性 都不知道 好 那英文的方式是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 好 對 再下來 對 沒錯 它完全是一個顛倒的概念 所以我們 東方國家的想法就是 我先取決你的環境想什麼 慢慢的往裡面去跑 是英文不是 它 或是拉丁語系 它們的方式不是 它是標的性非常清楚 我先 到你的這號是什麼 然後你在什麼地方 慢慢的往外去擴大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方式 在很多的地方是有出現 比如說你寫文章的方式 或者其他方式都是有 好 好 所以 這個 我們現在是可以先不用說 因為這個 人事實地物這個是 我們只要說 要學語言 我們是取決你的目標 所以才去做一個決定 好 那這個是所有語言裡面 都會有的一個 一個結構的問題 那這個 我們講 可能等一下QA的時候 我們會再做 比較深的一個討論 這是發音的部分 單字 好 那這個就 我看就是寫到QA 那如果說 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了解 但是至少 如果已經可以知道說 我們第一個學語言的態度 不需要先抓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其他這些比較細節方面 好 那像 請問是還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我們第一個就講 這樣講 這樣講 但是 進入Q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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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me 謝謝 隨便